桃園農潭科学园区扩大征收土地 有居民就质疑说 这样子的征收方式并不合理 更表示有长辈听到之后 时不下宴还无法入睡 眼看着连数陈勤没有得到正面答复 民众决定要召开记者会 也预告在9月时会走上凯道抗议 而根据了解 征收土地疑似跟台积电扩厂有关 对此逐科管理局要是 会再评估征收的范围 是否有调整的方案 民众手拿看板拉着布条 情绪激动大喊抗议 就连社区爷爷也走上街头 因为自己辛苦一辈子打造的家园 要被征收 几个月来吃不下也睡不着 心痛又无助 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 因为宫廷会后 精神恍惚 无法吃无法睡 那这些损坏 是我们找的吗 会这样不满是因为 龙潭科学院区三期扩建计划 征收土地疑似跟台积电扩厂有关 其中有88%的面积是私人土地 超过160个家庭 3000多人受到影响 甚至也包括有200多位学生的 德龙国校 陈勤总统府 桃源市府 逐科管理局却没有得到正面回应 这个征收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也就是说他今天 房子被拆迁了 他自己没有办法再去买一栋房子 针对抗疫 逐客管理局回应 会再评估看看征收范围 居民也表示 9月12号会上凯道抗疫 誓死保卫家人 记者林朱强桃源报道